另外有民众在花蓮市七角川西公园旅游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七角川西桥下 有一名男性调客疑似逆水 现场经过急救后还是失去了呼吸心跳 经过送医急救之后是暂时恢复了心跳呼吸 但是仍然呈现无意识的状态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当中 至于逆水的原因则由相关单位调查当中 花蓮警分局指出两名大学生在昨天校午三点 行经七角川西桥下时 突然发现一名年约81岁的料性调客 双脚是悬挂在岸边 头却是泡在溪水中 立即报警处理 警方与警销陆续赶到现场 接获通报 称有一名男子在七角川西吹吊 不慎落水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 同时接续报案民众 对该男子实施心肺复苏数 直到救护人员接手救护送医 该名男子也在送医后 顺利恢复心跳 那老翁溪水原因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初步了解 老翁在垂吊时不胜溪水 详细原因还在后续了解中 两人将疑似溪水的料性调客 救上岸边后 发现该名调客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并立即对料性调客实施心肺复苏数 PCR急救 随即由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经过医院的急救后 料性老翁暂时恢复心跳 但仍然没有意识 目前在家户病房观察中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相关的事发经过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导